中华队这次在经典赛当中挺进前八强 那么根据大联盟奖金的办法的话呢 平均每一位的球员可以拿77万 但是教育部长蒋伟宁也讲了哦 球员适用国光奖金 那这样算一算的话呢 每一位球员的奖金可能破百万 所以要看经典赛是比较哪一种赛事的规格 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定案 中华队在经典赛打进八强 五元在晋级 根据大联盟奖金制度 挺进八强就有100万美金 约2970万台币 棒鞋一半球员均分每人53万 加上24万的出场费 每个人各得77万 中华队10号返台 教育部长蒋伟宁到机场迎接教头谢长亨 提到要从宽奖励中华队 体育署现在草拟公文 规划让经典赛的奖金 比照已经取消的世界杯棒球赛规格 是我们认定赛会的一个 是类比于哪一个赛会的问题 你如果类比为所谓的这个市井赛的话 当然他的奖金的发给就是前三名 如果是以奥运会来类比的话 他就是前八名 那这个部分我们正在评估正在这个讨论 我想这两天就很快会来报部 把他确认 国光奖金发多少 教育部还没定案 如果专案奖金加上大联盟奖金 这回经典赛 每位球员奖金可能破百 中天新闻黄建成邵日敏台北综合报道